好的 有位朋友有跟我们留言了 他是用这个语音留言的方式 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要跟我们专家来讲的呢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马上就要拿红蓝卡了 已经下来了 三月份 但是我的经纪人跟我说 我参加医疗网就不要付第一部门的药方面的钱 不然的话我要付第一方面的钱 不参加那个 他的意思是说 第一方面如果我不付还要终身罚款 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第一要付钱 我不懂 应该他是讲的对的 但是我不懂 我想问问看第一方面是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要付钱付给谁呢 因为我的医疗卡里面也没有说我要付红蓝卡政府给我的 也没有说我要付地方面的 那要付的话是怎么付的 还有如果他说参加了医疗网 他们就把那个我的地方面的钱不用付了 不然的话要终身罚款 那我这个是这样一回事吗 我想问一问 谢谢 好的 我们赶快请述我们天宁保险张念廷张先生的帮他解答这个问题 张先生您好 丽雅好 各位听众早安 早安 您听清楚刚才那个问题 好的 您听清楚了 太好了 可以理解 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他一定要懂 他不能说我不懂啊 不懂啊 不懂不能做理由 那他预计 我听起来是预计明年三月份会有红安卡 然后呢 他假如说只用了单纯的红安卡的保险 那为什么他要付一个要部分的罚款 那这个问题呢 一定要懂啊 我们要知道政府联邦政府给红安卡的时候是没有给药的福利的 那美国政府呢 那美国政府呢留了一手 他说我红安卡只给你80%的福利 那个20% 你自己要去拿参加HMO或者PPO的计划 把那个20的部分大的缺口把它补上去 那你就避免了 比如说他有提到什么医疗网啊 什么这种都是HMO的计划嘛 那你参加了南加州的HMO 他这个药计划呢就包在里面了 那你既然有了HMO 有了医疗网也有了B的药计划 那你就不会有终身罚款了 那现在不是正好是这个年度开放期吗 转换期吗 那你现在在12月7号下个星期一之前 赶快参加一个医疗网 或者参加一个PPO计划 外加一个药计划 你就不会有罚款 那要做对 你不能够跟任何人讲说我不懂 那你要有机会学习 要懂 那20%可能使你的自己荷包负担的数字也很大嘛 假如有一个住院账单 简单的说5万元不高 那你要付大概1万元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规定 你要明白顺的规定走 好不好 那我先请教一下张先生 那么有些长辈呢 他们就是说拿着红兰卡 然后也拿着白卡这样的 他们只是普通的去看看检查一下呀 拿了一些常规的药 那这种情况在现在 需不需要再去咨询一下 之后有转换一下呢 有些时候转换 是不是相对的比较麻烦呢 不会 你这个假如有了红兰卡一张 第二张是一个加州政府给的白卡 那这个里面就有药计划 然后你要加一个药计划是 对不起 他这个里面你要加一个药计划 药计划使得你的费用都很低很低了 那这个都是一些规定 其实所以就是即使是现在不错 还是可以咨询的 对不对 对 现在可以加 同时那个白卡的福利很好 那因为你符合条件了 有了白卡有了药计划 你参加 你假如说不单独买个药计划 你就直接参加一个医疗网 也可以啊 那这个药计划就包在里面 好的好的 那么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说 我以前弄得好好的 现在去咨询是不是麻烦 其实倒不是 因为咨询一下说不定有更好的计划 说不定还有什么退款什么的 像您之前说的 对 是的 你要打问 你要听 要学习 有的时候你不问 别人不会告诉你 那你问了以后就学习到了 你可以做对自己最有利的安排 好的好的 那么你刚才说那个12月7号之前 那么最后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那个12月6号来问行不行呢 可以啊 12月6号才变 可以啊 12月7号当天呢 算是最后一天 可以啊 只要在12月7号的午夜之前都可以 都可以 好吧 那也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下 我们广大的长者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好的 谢谢天宁保险张念廷张先生 谢谢您的解答 好不客气 好的 好我们下次再见